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看这一节的国语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为了建构友善优质的育儿环境 县府委邮兰新福佑中心 在苏澳镇的社府大楼设立宜兰县第二家的托育资源中心 并在今天剪裁启用 在这里可以免费借阅教具、玩具、图书、绘本等等 尤其西南地区的民众可以究竟使用 宜兰县三岁以下的婴幼儿 大都是由父母或是祖父母来照顾 县府支持家长在家育儿 以及提供正确的照顾资能及丰富多元的托育资源 朝建构友善、优质的育儿环境来努力 委邮兰新福佑中心以公司协力的营运方式 在苏澳镇的社府大楼设立宜兰县第二家托育资源中心 今天在县长夫人林素云以及多位的贵宾下 共同来剪裁启用西南地区第一家的托育资源中心 三、二、一 我们的银压县托育资源中心输入站 正式起用 做这边的社会福利馆的海空机方 后二楼也有图书馆的设备 那在去年年底一楼也有开放一个老人活动的空间 老人的日照中心 我想在这个社会福利馆来讲是多功能也是多元的 那在这里我想刚刚我从黄之乡长这边知道 我们苏澳镇的这个托育资源中心是宜兰县第二个 第一个是在我们的社府馆一楼 那在这边苏澳镇的镇面也非常有 有这样的福气 那最重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小孩子能够在快乐成长 然后在这么好的空间里面 来每天每天的进步 今天呢南兴富佑中心呢从罗东啊 然后宜兰来到了苏澳地区 来做这样一个托育资源中心 希望呢将我们县补的美意 政府的资源 然后呢透过我们民间的手 那跟保姆还有家长呢连结在一起 这个原地是属于大家的 我们也希望说这里的玩具 能够来减轻我们家长托育的经济压力负担 也希望呢家长还有保姆 你们需要什么样的玩具 你呢尽量写这个需求单 给我们托育资源中心 我们呢一定会竭尽所能的 来跟政府告知他们 你们有这样的需求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提供所有的教具 来提供我们的家长使用 托育资源中心主要是提供家长育儿资源 以及建构托育服务的咨询平台 一零岁到三岁幼儿不同发展阶段 有爬行儿、学步儿、适性活动 提供教具、玩具、图书、绘本等免费的借阅 让西南地区的民众可以就近使用 增加服务的可及性 让父母都能够安心生养 那在三楼这个部分 我们托育资源中心里面有好多的图书、玩具、绘本 还有一些刺激我们小朋友的大脑的一些抑制玩具 那刚刚有提到说 大概零到三岁的小朋友 在家人 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 我们家人的飞动之下 可以来到这边 来使用这些抑制的玩具、图书或绘本 那未来我们也会有外展车 把这些东西深入到各个社区 或者是说各位邻近的地点 可以让各位来借阅 社会处欢迎育有零到三岁幼儿的家长 以及祖父母或是保姆们能够多加利用服务时间为每周二到周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16点 一旦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